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 还有像这些进物 那这些东西就是机器人 就是人工创造的人工智能 而且进物他们算是什么道的东西 他们也有可能去修正吗 人道因缘剧组产生的东西 我觉得你说人道的一个机器人 看他有没有情感的意识 是不是 它是个机器 它就是个物质 那个石头树木没啥去评 他没有情感 我们指的是有情众生 我们是分成无情跟有情众生 那六道轮回主要是有情众生 它只要有情感 有自我认知 那么它一定在轮回之中 它死了还会同性轮回 所以属于有情 所以人道六道的某一例 如果这个机器它是在你的操控之内 它没有自我的情感 自我的认知的话 那么它属于无情众生 它有灵 它有万物都有灵 就是一例微臣都有灵 但它不随六道的任意 如果它有自我认知 对自己的定义认知 然后它也有情感 然后它能思考 比如说一个机器 它坐在这里的 因为它是你在 比如一个机器人 当你在指挥我的 因为机器是我们指挥 它会憋了很多程序在里面 是吧 它这个程序说 你要付出能力的指挥 你不能 它会完全的按照指挥来去做 是吧 你说你去喝了这杯茶 它就喝了这杯茶 拿起这个土 它就拿起这个土 是吧 你会安装很多程序给它 是吧 让它为你服务 是不是 当有一天 你说喝了那杯茶 如果这个机器人 坐在这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就很麻烦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自我的开始 我为什么要喝这杯茶 它是完全按照指令来的 它是个机器 知道 但是如果它开始反思 那不是违抗你的命令 它开始反思 为什么 我可以不喝吗 会发生什么 不喝 那它就开始有意识 开始思考 那它就很厉害了 如果它有 然后它就有 开始主观的意愿了 它就可以按自己的决定 我不喝可以吗 它敢反问你一句 那么你就小心点吧 这个机器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了 它可能是贴人 它可能等级比你高 因为它的信息 它的能力 远远超过人力 因为你把最好的东西 都塞入它的程序里了 它那么巧有力 一旦它有自我 我为什么会不喝 我可以不喝吗 我不喝会发生什么后果 这都是人力的思考 虽然它不知道它想做什么 难道我们知道吗 但是我就不听 因为最近好像有一个国家 给了一个机器人 给了它一个国籍了 然后就 这是人力的游戏而已 给它什么都不重要 给它个宇宙级也没问题 问题是它会自我思考吗 它可以思考 我为什么这样干吗 为什么我会听你的意见吗 如果它有主观的 这样思维的方式 那这个机器人 可以发展到高智能的 超越人力的生命 那你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定义它 它很难突破这一点 因为缺在你憋程序 憋程的人 如果你想让它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 你可能会憋 在程序里面 只要写上这一点 你可以思考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未来 比如说一些比如动物 或者一些植物 它们比如说动物 它本来是有感觉的 但是那些人 比如说把它宰了 变成一个皮毛做的一些制品 那它是不是就是 从友情的众生变成了 不是 友情 尤其是人 它是不会是 你宰了它 难道它死了吗 它有自我的认知 不会死的 它会在那儿 它只是感受到了痛苦 它自我的那个牛认知 它会轮回的 它继续投胎做了其他东西 哦 就剩下你的寿皮 那个跟它也没关系 但是那个上面 携带着它的全息信息 植物呢 植物跟凤物一样 也会啊 但植物要有灵气才会轮回 就是它有自我的认知 植物是没起 无起 但是万物皆有灵 但是必定有感情 植物也有灵气啊 植物万物都有灵气 但是呢植物呢 相对于轮回来说 它的自我意识很低 它没有自我意识 所以它没有一个轮回的石 就是说 有一个我在那儿 我才会轮回嘛 它这个轮回是个幻季 是你自取轮转 你执着 你认为有个你在轮回 因为你凭着记忆 在这样投胎来投胎去 做各种样子 音乐剧组 你就做成六道的任何样子 那些共参与轮回的物质去哪里 它总会参与的 就像比如说 万物皆有 只要有灵 它有一天会进化 它知道吧 比如说一个灵智 或者一个人参 它有一些 就是天时地里人和 一个石头会碰出松空来的时候 这个是神话 但是比如说 我们在神话里面 经常看见各种仙 说人参成仙了 什么成仙了 这些 它经过上千年 上万年的 吸取千地之灵气 突然一动 产生了念头 产生了意识 说我是谁 或者是什么 他说 我感受到了动静的 我觉得我在动 只要它产生一念 它就有了意识 它就可能救了 可能成为一个精怪啊 什么一类的东西 精啊 就可以参与到有情周生那边了 但是如果没有 它就一直在那里 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它不知道 就是说 初千它开花结果 秋千它又落叶死去 但是它没有感情 没有不知道 它也抬不上轮回 它比如说植物 它有植物 它冲切这植物 明年它还是个植物 就是这样 它一直在做这种树啊 什么花草的 到冲切开花生长 或者是到秋千 冬切死亡等等等等 一直在这样子 沉重坏空 沉重坏空 跟这个桌子没啥去 对啊 这只桌 万物都有灵 这只桌子也是有灵的嘛 是吧 当我们在副 当我们在创一个设计师 在设计出来 跟各种 因为它来自木头 木头也是有灵的嘛 有灵气嘛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 不同的木头做桌子 什么木 什么木 你喜欢这个木 你喜欢那个木 你很像一个 这个木头木气 有像一个 那个不像一个 然后一个桌子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不断地用它 互相互动 建立在一种关系 那你也会 它会有灵的气嘛 所以有一天 如果我们在这儿讲法 比如说我们在佛光普照 我们在这儿讲佛法 佛法里面 因为佛是佛是说宇宙真理的嘛 它的肢戒 射受力很大的 因为它说真理 所以它涵盖宇宙一切法嘛 当它说空性的时候 这个空性这个肢戒 已经涵盖了一切法 所以叫佛光普照 就是当然说 从正量上讲 是三生成就的佛 它的能力啊 法力啊 目标啊 但是从见地上来讲 它这个肢戒 已经涵盖宇宙的一切了 就覆盖 所有的美丽微诚 都覆盖在佛法里面 空性里面 那你如果这个桌子 经过一千年 你不断地在这儿说佛法 说这个桌子 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以后 这个桌子成经了 都要叫桌子经 就产生了灵气 产生了意识 然后可能就投胎做人了 所以你上辈子 就是啥是个桌子 你就很惊讶 是不是 你怎么为 桌子怎么能够有灵气呢 是不一样的地方 是啊 所以有些法器啊 还有些 还别说 如果你会树面投 有些六道就是 是某一个菩萨的法器投胎的 或者是某一个 它也是沾光嘛 那就叫 沾光了 就叫沾了大家的光 要桌子成经了吧 就是沾了大家的光 沾了佛法的光 也有这种爱力的 也有这种爱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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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